Mac电脑中的Finder是每个人都离不开的系统工具 我整理了一些日常比较实用的操作技巧 希望能够帮助你提高效率 那么今天的第一个是我在之前讲过的 预览这个超级好用的APP 其中就有人问怎么看图片 其实很简单 在Finder中选择你要的图片 按住Option加空格 就能以幻灯片模式浏览图片 也可以用键盘左右手动去切换 包括用缩影查看所有 第二个批量重命名文件 可以把它们都框选起来 鼠标右键选择重新命名 在左边下拉选择格式 制定格式这里输入你要的名称就好了 第三个是直接把多个文件 一次性添加到新文件夹并命名 这样比起新建文件夹再命名 再选择文件拖入效率要高很多 第四 Finder和浏览器一样也有多选项卡 按住Command双击打开文件夹 会直接在以该文件夹名称 新建的选项卡中打开文件夹 如果要删除还是按住Command 将其拖出就可以了 第六个显示文件夹路径 这样可以很方便在几个文件夹中快速访问 在左上选择显示找到显示路径即可 第七个更改文件夹的图标 你可能早已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图标 选择一个文件夹 右键选择显示简介 也可以用快捷键Command加i 直接把你需要的图片拖到上面就可以替换 如果想还原的话 选择它直接键盘 Delete 第八个为你的文件上锁 防止被不小心删除掉 还是在显示简介中 选择锁定 这样你的文件上就会出现一个小锁的样式 你删除文件的话会有提示给你 取消的话同样的操作一遍就好了 第九个还是在显示简介中选择样板 这样你点击文件时 会自动的打开文件的副本 对于那些你经常需要重复的表格或者文件 这样操作起来就方便很多了 好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 第十个 当你用显示简介查看文件信息的时候 如果想在多个文件中选择查看 只需要按住option加command加i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 关于find的技巧 当然还不止这些 上述是我们日常使用频率较高的操作 如果你也知道其他高级玩法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分享给大家 当然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话 请记得一键三连 YouTube的小伙伴 请别忘记打开小铃铛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